irol background wyd гораздоiana chipmunch 炒酯 我是爱主家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道 滋菫和润肺 很适合秋冬喝糖水 天气刚焯 喝这款糖水会令你身遵止渴健庇养胃 雪鱼又叫平纹燕窝含有丰富的骨胶原 先将雪鱼浸发它一个钟 煲这款糖水我还准备了栗子木瓜和杞子 我今次用到这款椎栗它甜度比较高 而且有粉又棉木瓜又叫万寿果是岭南阶果 我今次用到雪鱼栗子煲木瓜 有健庇云废的功效 将浸发雪鱼去定层 因为定层会比较酸 煮出来会影响糖水的口味 然后将雪鱼切小件 将木瓜对半切开 然后画去里面的黑核 将木瓜去皮 然后切小件 中间的虾纹都要切成 因为有少少苦味 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 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 中火煮半个小时 煮到木瓜和雪鱼出味 然后再倒下栗子 下去煮它20分钟 看到栗子滚到开了 最后再倒下栗子 再倒下冰糖 煮多3分钟 就可以拿起来 吃得了 最后加上栗子 清光明目 煮滚就可以拿起了 秋冬季节 对皮肤干燥 排毒美颜 喝这款糖水 都有卷脂的疗效 桃瓜煲雪鱼 美容又养颜 滋涩又清甜 加上栗子 又甜又粉又香 非常完美的搭配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今晚也来煮这碗糖水 给家人分享